花莲世代会第21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 19号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总质询议程 主席苏美珠表示 在议程中代表们充分地表达市民的心声 也希望市工所能够确实地执行民众希望的市政建设 另外最近相当热门的矿石税议题 县福表示增加税收是用在社福的工作上 对此市民代表胡仁顺 也特别针对这项议题询问财政客 近年来市工所的补助款是否有增加呢 得到的答案确实没有 花莲世代会19号是进行联合咨询议程 市民代表胡仁顺也特别针对矿石税议题 向财政客提出询问 花莲县福在矿石税的征收 从100年的10块一直增加到目前 当然目前我们知道的是70块 那其实对我们花莲世工所的财政的分配 也没有明显的增加 就我们刚刚课长的解释 在这里面也看不出来 对我们各乡政 甚至现在我们的花莲世工所 有明显的增加 显然看不出来 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在于我们这近10年来的 不管是县府的任何的税收 那包含这次在议会 在我们花莲县境内 炒得沸沸扬扬扬的矿石税的征收 或减收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坦白说 对于我们花莲世工所 大家都清楚 花莲世工所的财政非常拮据 那各项的社会福利的支出 坦白说也不是很多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有我们地方的这个上级单位 甚至中央政府 每一年长年度来 对我们地方来补助 那对于我们整个市政的推动 以及各项福利的支出 当然有钱就是好办事嘛 联合资讯代表们哥哥 拿出看家本领 尽忠指手站上资讯台 充分表达市民心声 对于新冠疫情的纾困金发放 共所同仁及代表的连日辛劳 市代会主席苏美竹也表示肯定 现在这里要跟市民朋友们报告 这一次的定习会 主要还是市政总咨询 还有审108年的决算 那就代表们咨询的部分 事实上发现有很多代表 问的问题都还蛮尖锐的 其实他们对市政府有很多的期望 也希望说市长能够在任内 完成他们老百姓所要求的 在这里其实本席予以肯定 那不可会言的 在这个会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要上台说话的这些代表们 几乎每一个人对市公所的团队 给予很大的肯定 尤其是在疫情方面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要 以代表会的立场 跟市民朋友们报告 事实上我们真的要给市公所 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鼓励 也非常感谢他们 从5月11号开始 一连九天的咨询议程 代表们用心倾听民意准备议题 就是希望公所的政策及建设 都能符合民意 也让市民们都有更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